大家好,我是带野猪 本期是静流卡池可获新穷统计 希望看完的朋友都能抽到它 后半段是关于自闭症的这些问题说明 因为很多朋友看了我前面的视频 都来问我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统一回答一下 想看的朋友可以继续,谢谢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投币收藏支持 祝十年多金都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和武器 静流卡池持续16天左右 新增的基础训练可获330新穷 16天每日时讯960新穷 16天月卡1440新穷 新地图造物资助有4个宝箱 大家可以收藏保存一下 旧武器实验场5个宝箱 活动以太战线可获2240新穷 7天迁到10抽相当于1600新穷 同行任务和试玩120新穷 模拟宇宙27450新穷 混沌回忆0到600新穷 看大家自己的 总结 林克玩家6600新穷41抽 月卡玩家8040新穷50抽 防止密同学38抽左右 这里祝愿每位朋友都能抽到尽留 后面是关于自闭症的内容 请大家选择观看 首先自闭症是没有办法治愈的 只能通过干预培训 让他学习正常人的生活能力 而自闭症的患病率在目前呈增长趋势是比较高的 小野猪在读的学校就还有几百个孩子在排队 主要是康复机构太少 得病的孩子太多 这些是自闭症孩子的症状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 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做鉴定 年龄越小 干预效果越好 如果年纪大了 后面效果就不明显了 如何选择康复机构 可以先打便民热线 询问哪些是官方指定的康复机构 然后去选择的机构询问详情 一定要问清楚报销政策 私立机构一个月费用大概4000到7000 功利是3000左右 一对一课程要额外付钱 200到500不等 补贴政策每个省份不一样 杭州这边是24000以年 功利的便宜一些 一个月3000左右 这就是为什么干预自闭症是非常昂贵的 你想想看一个月三四千 就算补贴24000 你一年下来也要花几万几十万不等 你还要有一对一的课程 还要给他去上别的辅导班 这是早前的补贴要求 需要有这些证件才能享受补贴 能领出残疾症一定要去领 不然的话每年要做鉴定 鉴定费用还要好几百 不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流言蜚语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像小野猪当初去领的时候 我父母也非常的反对 大家又怎么办呢 这是我的一点心得 孕妇在怀孕前后 一定要保养好自己身体 心情愉快 发现小孩子不对劲 就马上去做检查 大人一定要调节好心态 不要先崩溃了 去学校干预前半年的效果 会比较明显 但是后面就感觉不大了 这是因为从0到1比较容易 从1到2就比较难 所以一定要坚持下去 真的希望全天下的小孩 都不要得这个病 这个病不要出现在世界上 对于家庭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难 然后跟我有相同处居的朋友们 一定要努力坚持加油 一定会看到希望的加油